尊敬的大马普萨总统 尊敬的卢拉总统 尊敬的普京总统 尊敬的莫比总理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大调整 大蜂蜂大从事 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今章国家要坚守联合自强的初心 强化责任担当 加强各领域合作 推进高质量和关系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 注入更多确定性 稳定性 正能量 我们要深化经贸 财经合作 助力经济发展 发展是各国 不可剥夺的权利 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 势头不稳 国际机构预测 今年世界经济增长 不足百分之三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更为严峻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认重道远 金庄国家 要做发展振兴道路上的同行者 反对脱钩 锻炼 经济胁迫 要聚焦务实合作 特别是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 共银链 组织 促进经贸和财经 领域关买与交流 中国将设立 中国金庄国家 新时代科技副华源 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提供支撑 依托金庄国家 摇杆卫星星座合作机制 探索建立 金庄国家全球 摇杆卫星数据 与应用 合作平台 为各国农业 生态 减灾等领域发展 提供数据支持 中方愿同各方共建 金庄国家 可持续产业交流合作机制 为弱势联合国 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成 提供产业对接 和项目合作平台 我们要拓展 政治安全合作 维护和平安明 当前 冷战思维 阴魂不散 地缘政治形势严峻 金庄国家要坚持 和平发展 和大方向 巩固金庄国家 战略伙伴关系 要用好金庄国家 外展会晤 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等机制 在设计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相互支持 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加强协调 要积极斡旋 热点问题 推动政治集结 给热点问题 降温去火 人工智能 是人类发展新领域 既能带来 巨大发展红利 也运含着风险挑战 五国已经同意 尽快启动 人工智能研究组工作 要充分发挥研究组作用 进一步拓展 人工智能合作 加强信息交流 和技术合作 共同做好风险防范 推动建立普遍参与的 国际机制 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 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和标准规范 不断提升 人工智能技术的 安全性 可靠性 可控性 公平性 我们要加强 人文交流 促进文明互建 文明多采多刺 发展道路 多元多样 这是世界 应有的样子 人类历史 人类历史 不会终结于一种文明 一种制度 金专国家要弘扬 海纳百川的精神 倡导不同和平共处 文明和平共处 和和共生 要尊重各国 自主选择的 现代化道路 反对 意识形态对比 制度对抗 文明冲突 要用好金专国家 治国理政研讨会 人文交流论坛 女性创新大赛的机制 生化人文交流 更进民情相同 中方提议 金专国家拓展 教育领域合作 发挥好职业教育联盟作 探索建立数字教育 合作机制 打造全方位 教育合作格局 同时加强传统文化交流 促进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和创新 我们要坚持公平正义 完善全球治理 加强全球治理 使国际社会 共享发展机遇 应对全球性挑战的 正确选择 国际规则 要依据联合国宪章 公主的原则 由大家共同书写 共同维护 不能谁的胳膊粗 嗓门大 谁就说了算 更不能拉帮接派 把自己的家法帮规 包装成国际规则 五十位核心的 多边贸易体制 反对小圈子 小集团 要充分发挥 新开发银行的作用 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 改革 提升发展中国家的 代表性和发言权 我高兴地看到 发展中国家参与 金专合作的热情高涨 很多发展中国家 申请加入 金专合作机制 我们要用好 金专家合作 加速 破源进程 让更多国家 加入 到金专大家平 及种制 会群力 推动全球智力 朝着更加 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各位同事 中国古人说 谋度于义者 兵德 誓因于民者 必成 金专事业 秉持国际道义 造福国人民 必将行稳 志愿 为促进世界 和平和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说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